全港學界精英足球賽決賽 星期日在旺角場舉行 擁有7個甲組腳的 遵理學校荃灣 和英王佐治五世學校爭冠軍 賽事免費入場 吸引2,000師生和球迷 無語入場看球 氣氛熱鬧 其中遵理學校出動龐大打氣團 聲勢浩大 連香港隊主教練摩利克也有到場 想在學界足球發掘明日之星 全津陣容鼎盛 而KG5部分成員劍項打籃球 全津又壓倒勝優勢 開賽9分鐘 卓耀國衛球隊先開記錄 34分鐘 李嘉耀再見一宮 全津半場領先兩球 和格組足球不同 學界決賽全場只踢70分鐘 換邊後到38分鐘 Toby Philip Down 30碼外即射破網 為KG5破彈 不過之後仍然是全盡天下 王威 劉卓軒 各入一球 立即將比數拉遠到4比1 劉卓軒在59分鐘再入一球 個人回開二度 一分鐘後李嘉豪射成6比1 完場前5分鐘由卓耀過齋 全津大勝KG5 7個1匹 奪冠主力劉卓軒當選賽事MVP 並以百球成為神射手 他說是最完美的結局 和球會榮預備 是兩種感覺 兩種感覺 今次拿學界冠軍很密身 因為始終是第一次拿 今年是最一屆學界 亦可以得償所願得到冠軍 亦都很想多謝校長和李嘉豪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